南海把自己的亲生父亲送上法庭并判处了死刑 然而他对此却毫不在意 而所有网友在了解了他的经历后也坚决为其发声 说他是妈妈养的好儿子 南海名叫陈昌宇 从15岁开始 陈昌宇就和母亲与秀英在外地靠打工生活 日子虽然不宽裕 母子俩的生活过得倒也幸福 直到2021年3月14日 母亲在回家过年时 被他的丈夫陈继伟破了一身汽油后严重受伤 得知消息的陈昌宇在匆忙赶到医院时 甚至一度希望自己走错了病房 赶到医院 我当时看到母亲的第一眼就是 我觉得那就不是我母亲 我前面说我走错病房了 我认错了人 因为他全脸都是黑的 我只看到那个脸我肿的 宇秀英的全身都裹着纱布 连嘴唇都被烧没了 完全看不出曾经漂亮的模样 陈继伟的手脚虽也被烧伤 只是伤势不重 甚至还能自己上厕所玩手机 冷静过后 陈昌宇第一反应就是报警 而陈继伟则趁着宇秀英重伤昏迷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宇秀英是自己想自杀 还好陈昌宇趁着母亲短暂情形时 用手机录下了他指认陈继伟纵火商人的证据 陈继伟恶魔般的行径这才得以报告 原来在陈昌宇刚刚出生时 陈继伟就曾因迟刀抢劫大巴扯被判刑十年 那时他甚至还没和宇秀英灵结婚证 长大后 陈昌宇因为这个父亲受尽了歧视 孩子们都叫他老改犯的儿子 2007年出狱后 回到家的陈继伟又马上露出了凶残的一面 除了酗酒成性 他还总会无缘无故地对着母子俩拳打脚题 那些年里 他们被水烟筒打过 也被啤酒瓶砸过 由于年龄太小 无力反抗的陈昌宇想到了自杀 但都被母亲救了回来 真的是待不下去的那种 如果真的在待下去 我真的会自杀的 因为小时候已经出现过两次 我自己自杀的 这两次很荣耀 由于属于家务士 警察当时也表示不好插手 于是陈昌宇便开始劝母亲离婚 可陈继伟不止一次威胁过于秀英 如果离婚就会把他的家里人杀光 于秀英知道这个亡命之徒 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同时也担心离婚后被村里人支支点点 于是只好咬牙坚持着摇摇欲坠的婚姻 谁知陈继伟不仅毫不收敛 甚至还在外面找了个小三 于秀英这时才终于果断了一次 他决定跟着儿子一起去广东 为了逃离陈继伟残酷的家务 陈昌宇在16岁那年选择跑到广州打工 可儿子跑了母亲还在 很多时候 于秀英被陈继伟打伤后 连看病的钱都拿不出来 只能偷偷找儿子要 2019年 不堪忍受家务的于秀英 到广州和儿子一起打工 谁知陈继伟不仅不以为耻 反而向于秀英提起了离婚 这本是这对母子回归自由的最好机会 但于秀英要求平分家产 而陈继伟一分钱不肯留给妻子 这次离婚只能无疾而终 并且由于不适应广东炎热的天气 犯了心脏病的于秀英 只能回到陈继伟的家里养病 结果正是这次新人 造成了她与自己的儿子天人用戈 2021年3月14日 于秀英发现陈继伟心情不好 便独自一人躺在沙发上入睡 谁知陈继伟竟直接从院子里提了一桶汽油 并丧心病狂地开始到处扑洒 于秀英在抢夺忧或是问起原因 陈继伟的回答竟是嫌她为猪食水放得少了 随后 陈继伟一把火点燃了汽油 于秀英因为身上沾燃了汽油 全身被烧伤的面积高达55% 而轻微烧伤的陈继伟没过几天就出院了 除了刚入院室交的1500块钱押金 她没有再为伤重的妻子花过一分钱 陈昌宇的那点积蓄 面对天价的治疗费用简直就是背水车薪 为了救母亲的命 年仅20岁的陈昌宇把亲戚朋友那里都借遍了 除了借来的十几万 她还欠下了几万元的网贷 于秀英不忍而自因为自己欠下去债 便忍着巨大的痛苦坚持出院回家治疗 陈昌宇则在广州继续抽钱 可惜很遗憾 她最终还是没有熬过去 2021年7月28日 于秀英最终因受伤导致的感染性肿毒去世 法医告诉陈昌宇死亡对母亲来说或许失踪解脱 因为她伤得实在太重了 每回一天都是巨大的痛苦 这番话也让陈昌宇终于下定了决心 在母亲去世以前 陈昌宇想的还只是让陈继位坐牢赎罪 母亲去世后 陈昌宇就只剩下了一个念头 那就是陈继位必须死 我跟他还没有亲戚 我跟他只是说 我把他叫一个父亲 是因为他给了我一条生命 他调查取证 取得死死的就取得实实的 能定他的罪对吧 最好是死刑 就是这样想的 要他一命抵一命 母亲被陈继位放火烧死后 陈昌宇就在没叫过陈继位一生父亲 他甚至以自己身上流着对方的血为止 于秀英去世已经三个月了 陈昌宇却仍旧迟迟不肯按照传统家母亲下葬 因为警方要等事件结果出来 才能确定是否符合故意伤害的立案标准 他不放心 所以哪怕欠了近两万元的冷冻费用 也不敢将母亲火花 一直到了2021年11月底 陈继位才因故意杀人罪被检察机关批捕 但从那以后 陈昌宇也彻底成了陈家的叛徒 所有人都觉得将自己的亲生父亲告上法庭是不孝 更何况要求还是判处死刑 奶奶叔叔等人都指着陈昌宇的鼻子辱骂 逼着他给陈继位除去量解数 但陈昌宇从未妥协 他不断地联系媒体扩散 记者过来采访 村里人为了维护当地的名声 大多数的回答都是不清楚 既然封闭的观念给不了公道 陈昌宇便坚决举起了法律的武器 2022年7月21日 云南区境中院第一次对此案进行审判 但人们还是小看了陈继位脸皮的厚度 他在庭审现场数次翻供 先是声称自己是在给摩托车加油时抽烟 不小心引燃了汽油 随后又污蔑宇秀英是自己不想活了 自己才是受害者 面对这样的无赖之举 法院并未当堂给出判决 五个月后 法院终于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的陈继位死刑 并不夺整治权力终身 拿到这个判决结果 如是重负的陈昌宇第一时间 就给母亲的微信发去了信息 然而回答他的只有无尽的沉默 但即便如此 陈昌宇这么长时间以来 依旧会经常给母亲发信息 被判死刑的陈继位不服判决 后来又提起了上诉 不过在2024年的2月1日 云南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了原判 陈昌宇表示 自己在死刑之心前不会再见那个人 他们的父子缘分早经遇此 你想象过 等到如果真的终身判决也是死刑 在他消失的那一瞬间 你想象过这个画面 很开心 只有这个字很开心 对于陈昌宇来说 出生于这样的一个家庭 有这样的一个父亲算是他的不幸 好在母亲的疼爱成为了 陈昌宇生命中的一束阳光 而他也在母亲的保护下 成了一个孝顺且勇敢的人 那束光现在虽然已经熄灭 但追光的人会永远朝着光的方向 一直奔跑 并且并且看起来